240位法師帶領 台中慈濟醫院現場5400人虔誠一心 希望能夠藉此 來進化我們個人的身口意 適逢慈濟51周年 慈濟志工排出51的字樣 結合醫院壯闊建築 更顯莊嚴盜氣 跟醫院的一個結合 會更密切一點 同時整個醫院能夠沐浴在 這樣的一個佛恩之中 今年有200多位法師 一起參與在台中慈濟醫院的 慈佛典禮因緣殊勝 一方面感念我們的佛陀出世儀 來這個人世間 然後解除了我們眾生的幽悲苦恼 然後一方面感恩我們的母親 台中市長林嘉隆公務繁忙 但慈佛典禮無論如何 他都要親自參加 大家虔誠的心 來這裡遇佛 那我想這樣的一個 整個感恩跟祝福 可以傳播開來 給更多的人 12位醫師護理師加入 中古齊名勤行送的行列 剛柔並濟 為遇佛典禮呈現另一種 麗與美 大愛新聞的亞平李岳維 台中報導 這一陣達 他都有 許多人